怎么认识的 源于一次那个朋友聚会 当时我手机出了点小问题 然后他就挺绅士的帮我解决了 然后我当时就觉得他挺乐情的 后来就留了一个联系方式 这样认识的 那是多久之前的事呢 一年以前了 今天两个人为什么来 我就发现他跟疫情之间的一些暧昧不清的关系 让我很苦恼 话而言之你是希望我们能改变他 而不是要跟他分开是吗 也不是 那你今天为什么而来 就是看他今天的表现吧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坏 其实我觉得我还挺傲的 他对我有点误会 好 你说在你们交往半年之后 你发现这个男生有一点点花心是吧 是的 之前是身边的朋友提醒过 就刚开始在一起嘛 然后我不知道带他去见我闺蜜 然后之前我不知道他跟我闺蜜是认识的 然后就吃了一餐饭 当时他后来就去洗手间 然后我闺蜜就说 你怎么跟这样的渣男在一起啊 他就说了我男朋友一些 跟异性朋友保持一些暧昧不明的关系 然后当时我就很不开心 我还跟我闺蜜吵了一架 后来我闺蜜就走了 那事情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很多遍吗 你那个闺蜜我当初很早就认识 在两三年前 她在一次很多人的时候 她跟我表过一次白照嘛 然后我当时可能拒绝的方式 那个女孩子就是不是很开心 让她丢了面 然后她可能后来知道你跟我在一起了 她就以那个事情报复 好吧 如果闺蜜是曾经追过她追求者 那我身边那些异性朋友 为什么也这样说她 我就搞不懂 难道男性也追你吗 我都不知道你是不是傻 你那些男性朋友对你有意思 你看不出来啊 都已经完了 十年八年了 怎么可能有意思 现在才说啊 等到你都在一起了 再跟我说有意思 十年八年人家小时候不懂爱啊 然后后来慢慢地跟你接触了 觉得你这个女孩子挺好的 人家想跟你在一起啊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是 自己的关系而已 最发现你跟我在谈恋爱 人家就想拆散我们 然后跟你在一起 你看不出来啊 后来你发现什么了吗 有一次我身边 也是我安得好的朋友打电话 就是说他亲眼看见 他去一个酒吧里面 而且撞见他两三次了 而且是跟同一个女孩子 感觉就是不是那种 普通朋友的关系 那个女孩子还是在酒吧上班的 所以我当时就很生气 我觉得她是故意去看她的 那个女孩子是我好早之前 就认识的一个普通朋友 而且我去玩 不是我单独自己去 我是跟我一大帮朋友一起去 因为她身边也是 喜欢泡巴伦比较多 然后她后来有一个朋友 就自己开了一个酒吧 然后她就叫了我好几次了 然后我当时就说 那我就不喝酒吧 我就陪她去一次吧 结果刚落座 就有两个女孩子过来 就说啊什么什么什么 好酒不见呢 然后就说好久没来玩了 没看她们什么什么的 当时就关系 就感觉让我很不舒服 后来我就去下洗手间 等我刚上完出来 我就看见一个女孩子 浓妆艳抹的那种 然后穿的是那种 很紧身的包囤裙 然后就这样搭她的肩膀上 跟她很亲密的俄语 我不知道她们在说什么 然后当时我就发飙了 我真的是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就很少去酒吧了 所以我去了之后 人家就之前的一些 很熟悉的朋友 看到了 当时会过来打个招呼 女生的意思是说 男生在酒吧里 有一些跟其他异性的 暧昧举动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吗 就是后来 因为那天我不是发火了嘛 第二天 然后就说哄我开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一个交流的一个工具 那后来我跟她在一起之后 我就真的是很少去玩这个嬷嬷了 很少 可是你都有一个外号叫嬷嬷小王子 我当时听了之后我都很无语 那都是很早以前的事情了好吗 你要看我跟你一起之后啊 我跟你一起之后 我有经常去参加单身聚会吗 我有经常去跟人家 不是 你去过吗 别说经常 去过几次 那你还是去过吗 我是陪我朋友去一下 好吧 她每次反正都有理由 你说要半夜十二点钟 那个短信怎么回事 是不是前女友发的 大半夜了十二点了都要睡觉了 发一个什么过来 明天去撕名牌吧 当时我看的短信我就挺气的 我就把手机摔了我就走了 当时是这样的 我前女友组织了一个活动去 就是大家一起撕名牌 然后就少个人 问我有没有时间去 就后来我们因为这个事吵架了 他还把这个事情给前女友说 你的意思是说 他经常跟他的前女友会有联系是吧 对 是吗 就我们因为这个事情 后来吵架他也跟他说 我跟这个前女友 关系还不错 就是我们分手之后 跟他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知心朋友的关系 他都跟他前女友还保持联系 你觉得这样 作为女朋友 我肯定是你 你不也跟你前男友保持联系吗 就前一段时间 他大半夜接个电话 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说你跟谁打电话呢 他说前男友 他跟他前男友接电话 接着大半夜哭得稀里哗啦的 我不晓得哭什么东西 怎么这一说又要哭啊 怎么了 因为 因为那个 之前这个男朋友 我确实谈了有三年的时间 是大学的时候认识的 他对我确实很好很好 后来要分手是因为 他家人在催 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读大学吧 不可能那么早就跟他定掉 所以说 我觉得 是我各方面的原因 不是他不够好 真的 对于我来说 是比较难忘一段回忆 然后 我后来分手之后 一直走不出那个阴影 直到后来遇见了他 就 他们之间有一些相同点 所以才让我对他有一些好感 那天晚上你前男友 到了给你打电话 说了什么你哭得稀里哗啦的 可能是我心里面有一道疤吧 然后就 所以就当时接了那个电话的时候 我就挺难过 他其实就围了一句 然后我当时也就掉下来 就那个男生现在唯一一句你就掉眼泪啊 他之前真没跟我说过他前男友的事 他也没有问过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不提 我如果一提我就会难过你知道吗 我是故意不提的 但是我今天知道我跟他前男友很像 我现在觉得我有点悲哀 假如你的前男友现在有机会又单身了 你会怎么选呢 然后他又来找你 这个估计不可能了 万一呢 万一我就存替他 不不不不不 你听人家说嘛 过去了就让他过去吧 那他怎么会违一下 你就哭成那样呢 回忆的美 因为我就觉得他这段时间对我不太好 所以我才又觉得很委屈的哭 我成了我之前 把他可能当作了他的影子吧 但是后来我发现 其实两个人毕竟成长环境 家庭背景不同 其实还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也慢慢能接受他的一些 小缺点小毛病 就是大方向的事情 只要不犯错误 我基本上也不是好容易发脾气 那你今天到底来干嘛呢 我越听越糊涂倒是 就是我觉得他不端正 他交友的态度 而且我觉得他跟疫情之间的暧昧关系 让我现在觉得要重新审视这个人了 好 我要问就问这么多啊 更多的时间留给老师们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女孩上台来说过一句话是说 我要看看你今天的表现 然后来评判我们要不要在一起 你所给的所有的表现是 我辩解 我辩白 我给你解释 然后我不会关注你的感受 我只关注我想要讲的我的道理 你没有真正做到他想要的你的表现 而你在乎的真的只是你的感觉 真正的爱情是找到一个合适的主角 然后共同去演一场能够演下去的白头到老的剧 但是你们没有找到彼此适合的男女主角 就在这里演了一场很荒唐的闹剧 所以我真的不太看好你们 女孩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了解他吗 大致上了解 第二个问题 你信任他吗 不用回答 我也知道答案 当然是不信任 他为什么花心 你看到了什么事实 都是听别人说 自己朋友说他是花心的 你已经假设他就是花心的 不信任的背后是什么 你就根本不足够了解的 为什么不了解他 因为他像你的前男友 你这么不信任一个人 为什么不跟他分开 因为你心目中的影子就是前男友 你现在一直对于前男友 你们俩的没有在一起 同时他又结婚了 一直是耿耿于怀 所以不要再欺骗自己 你真正正正的了解 并且信任这个男朋友 你真正是想跟他谈恋爱 还是想跟自己的前男友谈恋爱 你要搞清楚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放下了前男友 我是想好好跟他说 你放下了吗 放下了 那一通电话之后是彻底的放下了 没有啊 你要放下你就应该信任他呀 建立信任的前提就是了解他 并且爱上他 你今天明白什么了 今天我明白 他可能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爱我吧 你做的是足够像他想象中那么爱他吗 你在跟那些所谓的异性或者单身 那些派对去出席的时候 你以自己什么身份去参加的 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对不对 所有女孩的所有种种怀疑 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你是有值得被人怀疑的地方 你做的不对 对 而你如果真正爱这个女孩的话 一定要做到两个字 自律 所以如果你们俩真正要开始一趟 真正的恋爱的时候 首先从了解对方开始 然后互相有信任 才有可能继续地爱下去 男方爱张罗单身聚会 他喜欢和别的异性拍照片 然后给你的理由是要提升自己的人气 而且他会跟他的前女友们纠缠不清 而且乐此不疲 引以为好 好像这个是他颜值很高的一种 肯定 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对吧 你刚才说他对你很暖 我记得我在网上看过一段很火的话 他如果只对你一个人暖 他是暖男 他如果对所有的一心都暖 那叫空调 是的 所以请你记住这段话 而且你一定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他为什么某些方面那么像你的前男友 为什么你前一段和这一段 都有那么多相似的地方 你也要多看一下自己的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好吧 就这样 爱情是排他的 心里装得下一个人就挤不下别人 这是人的本能 而且同时 当一个人发现 我对我此时此刻的爱人和爱情 有那么一点不忠忠的时候 我会产生一种天然的心理 就是愧疚 但是我看不到你们俩有愧疚 男生任何的花心的行为 全部都找得到解释和理由 我不说他花心不花心 但是或多或少 在你的行为举止当中 有破坏这段感情的地方 但是你没有愧疚 因为你在解释的时候 是那么的头头是道 当一个人对自己的爱人和感情 没有愧疚的时候 我很难说他是真正的爱上了这个人 而你也没有愧疚 相伴 你对你的前男友有愧疚 你说你放下 但是你刚才提起他 你明明还差点要落泪 你说他不要花心 是 他的花心可能针对了不同的对象 但是其实你也没有那么专一的 你的思绪的很多部分 有没有放在前男友身上 有没有时时刻刻 把他和前男友去对比 这是一种极度的不公平 但是你也没有愧疚 一个女人为谁落泪 而且是那么的情不自禁 拦都拦不住 你说他喜欢谁 这已经一目了然 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明明知道 一个男人是一个空调 但是依然对他念念不舍 会因为一些小的温柔 而忘记了大的是非 因为不甘心 越有女人抢他 我就越要占住他 而不管这个人到底 有没有必要值得 我这样去付出 那是因为他有太多的 可争抢性 所以当一个人 被争抢的情绪 蒙蔽双眼的时候 他已经不在乎 这个东西值不值得 我抢的时候 这就很可悲 而你还有一点不同 你之所以抢 不光是要战胜 其他的女性 还有一点 是因为你已经 失去了前男友 就更不想再失去他 你更不甘心 所以好好去想一想 自己在要求对方的同时 内心有没有愧疚 我不赞成所有的夫妻之间 天天内心都有愧疚感 那就问题大了 但是人都会有行为 思想有偏离的时候 就恰恰是因为 每个人有愧疚 才让你不偏离这条轨道 让你尊重别人 也尊重自己 才让你的脸皮 能薄上几分 而不是厚得比城墙都厚 愧疚是一个人 节省自豪和自省的 最佳法子 就这样 其实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当你还没走出来的时候 别试着再去恋爱 好多人都说 好多人都不信 不信的人后来都摔了跟头 而且摔得很惨 其他的 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 剩下的时间 留给你们自己 一起进入柔顺拉方 黄金六十秒 跟你在一起一年多吧 刚开始在一起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还是挺幸福的 然后后来由于一些种种的原因 可能你对我产生了一些不幸能和误会 我觉得 可能 是我自己行为上 有做得不好吧 但是我也希望你以后能够 更加的成熟一点 懂事一点 不要太多的去猜疑 然后我这边我也会 妥善的处理好 我自己的异性方面的人际关系 希望你能感觉到我对你独特的好 希望我们一直走下去 让那些不看好我们的人 见着我们的幸福 你确定以后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你能断了跟异性之间 比较暧昧的关系吗 不过不能的话 我看我要考虑一下 能的话就再说吧 来 两位请回 请回 谢谢你们 这边还有东西要交给你 好 希望你能看了这个东西之后 再决定你要不要留下来 谢谢两位 请回 请回 来 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这样一段纠结的感情 一个对前男友念念不忘 一个对曾经的女性朋友 暧昧不清 男生拿出了一只信封 似乎男人对这个信封里面的东西 很有把握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一起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就是爱你 爱着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的运动要绝碍 得你和我画 是oping 关于我们两个一个约定 一起去过的地方 然后许下的愿望 就去年的时候 他把照片洗出来了 其实我还是挺相信他的能品的 就是各方面 胡说 刚才分明是你把他的人品说的不刚一期 但是因为来的时候 他做了一些 这个基本的道理是这样的嘛 我可以说 你不可以说 对 但是我男朋友 所以你看你看 接下来我们就请出我们的小话筒吧 来 有请小话筒 选择幸福 选择亚赛何来盼盼 盼盼到家 安居乐业 谢谢啊 请回请回 在这里要恭喜你们获得了 由中国面膜领导品牌 私部天使之魅提供的 精美的面膜 他们这广告语挺好的 给你我想要的美 一会儿送给他 好吗 那接下来的时间 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 属于他们自己的浪漫时刻吧 答应我不再开屏了吧 我把屏剪掉 虽然可能被大家不太看好 但是还是谢谢大家的祝福 谢谢 谢谢两位啊 谢谢老师们 来来 要那么不看好 我就不坐在这了 还是可以努力的 我知道屠老师的性格 太不看好就走了 吧 不页